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成为最终赢家 首轮将将晋级的他在决赛大爆发 投出了29分 刷新了三分大赛的新纪录 击败一众好手一举多亏 这无疑是爆出了一大冷门 虽然近年来NBA内线整体远投能力进步神速 但外线球员依旧是更被看好的一方 上一位拿下三分冠军内线的 还是十年前的凯文勒夫 巧合的是 他当年也在回廊效力 唐斯作为首位夺得三分冠军的中锋 还曾在2016年全明星收获技巧大赛冠军 是历史上第一个拿到技巧大赛冠军的非后卫球员 不过唐斯两次参赛的心境完全不一样 2016年的他还是菜鸟 更多可能是想体验一下大场面 告诉家人 我进全明星了 而今年 他是这样讲述参赛初衷的 如果我问自己 现在我对生活有了多少理解 我想 随着年龄的增长 也经历了许多事情 如今我总是尽力地活在当下 我喜欢追寻快乐 去做一些别人不曾想做 修于去做 或者害怕失败的事情 你的人生只有一次 也许你也会像我一样 去追寻人生中的乐趣 是的 在这个联盟 没有人比唐斯更能体会 人生需要珍惜这个道理了 他也值得去追寻属于自己的快乐 就像儿时一样 1995年11月15日 唐斯出生在新泽西州 皮斯卡塔维的一个普通黑人家庭中 唐斯的父亲老卡尔 是一个非洲裔美国人 而他的母亲杰奎林·克鲁兹 来自多米尼加 一家人过着拮据的生活 在唐斯的成长过程中 四年及时的圣诞节 是最令他难忘的 同时也是他人生中的一个转折点 当时老卡尔不得不告诉儿子 我没法给你买任何礼物 但他同时做了一个承诺 只要经济稍有好转 他就会在后院建造一个小篮球场 这让儿子顿时不再沮丧 因为那是唐斯梦寐以求的礼物 不过 对父亲的承诺 唐斯仍然有些担心 或许父亲只是用了缓兵之计 但几个月后 唐斯看着父亲一点点的动工 亲手为他建造了一个 并不标准的篮球场 他很普通 一点也不漂亮 只能让儿子勉强练球 但父亲真的尽力了 最开始的几个月 老卡尔甚至没钱买篮筐 但唐斯还是很快乐地 在球场上跑来跑去 与父亲单挑 那是唐斯人生中 最无忧无虑的时光 唐斯是幸运的 父亲曾是NCAA的内线球员 后在一所中学 兼职做篮球教练 老卡尔有着丰富的经验 而且他会尽量 陪伴在儿子的身边 教他用正确的方式打球 而不是为了吸引场边的观众 而刻意做出一些花哨动作 有时候唐斯会抱怨 自己花了太多的时间练习基本功 但很和气的父亲 通常会很坚决地 强迫他继续运球 老卡尔对儿子说 我不想让你有任何缺点 从小学开始 唐斯的身高优势就很明显 他比同龄的孩子 要高出一个脑袋 但他真正让队友折服的 并不是他的身高 而是他的技术 这都得益于父亲的悉心教导 由于在场上碾压同龄人 使得唐斯对篮球 一度失去了兴趣 去打了三个月的棒球 离开以后方可回味 在这段时间 唐斯想念篮球 并且回归篮球 接下来 唐斯拒绝了 禁旅安东尼高中的招募 选择了圣约瑟夫高中 一所篮球历史并不光辉的学校 因为他希望能接受更大的挑战 从中发现自己的问题 在高中时期 唐斯成为了一名 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少年 高一赛季 唐斯便场均拿到12分 10个篮板 还有5次盖帽 帮助校队捧起了周冠军奖杯 与此同时 唐斯的学习成绩还名列前茅 别的孩子在课余时间 不是在逛商店就是谈恋爱 而他总是坐在电脑前学习 他用三年的时间 就拿到了高中文凭 而在品德上 他更是有着自己的温柔 他会因为悼念素不相识的校友 而放弃进攻 把自己的得分定格在25分 只因这是那人去世的年龄 到了肯塔基大学 唐斯在NCAA的数据以及赛场表现 都无愧于2015年状元秀之名 而弥足珍贵的是 他始终保持着善良与礼貌 2014年8月 肯塔基野猫队全员参加了国际社会服务活动 唐斯也随对前往巴哈马 给贫困青少年捐赠新鞋新袜 他们都弯下腰 给上百名即将穿上新鞋新袜的贫困儿童们洗脚 活动接近尾声时 袜子尺码看起来有些短缺 有个高大的孩子 似乎找不到合适大的袜子 一名志愿者问道 我们真的真的没有10到13码的袜子了吗 房间里鸭雀无声 但是不久后 一个温和的声音响起 他可以穿我的 唐斯脱下了他那双崭新的美国队长袜子 弯下腰给那名孩子穿上 而在与他对话时 唐斯会注视着对方的眼睛 从不插话 请 谢谢 是的先生 是的女士 这样的字眼总挂在唐斯的嘴边 是的 他把温柔给了所有人 除了恩比德 进入NBA 唐斯一直有着不错的数据 但就跟乐福一样 这位新狼王始终无法带队有所突破 这使得巴特勒可以对他趾高气昂 球迷也认为 唐斯只是外强中竿的数据刷子 场上不如意 场下也失忆 在2019年2月 唐斯还发生了重大车祸 他去球馆的路上 前方的车辆遭遇险情 唐斯他们及时把自己车子停下来 可惜的是 他们后方的一辆卡车反应不及 后者以近70码的时速冲向唐斯的座驾 按照唐斯的说法 这起事故他只有5%的生存几率 其中4%会是重伤 1%轻伤 不幸中的万幸 他自己从车里走了出来 成为了那1% 然而 如果厄运也有排名的话 那么唐斯无意还是第一顺位 自2020年起 唐斯先后有7名家人 因病相继离开了他 恶耗如同连环惊雷 无情鞭挞的 这个211公分大汉的身体和灵魂 将他推入崩溃失落的深渊 而其中最让唐斯痛彻心扉的 无疑是母亲的离去 作为儿子最忠实的拥顿 唐斯的妈妈一直是灰狼 非常重要的一员 几乎每一场唐斯的比赛 都会坐在场边 为儿子助威呐喊 并且在唐斯篮球最低迷的那段时间 一直陪伴在唐斯身边 鼓励他成为更好的自己 唐斯的妈妈正能量 温暖了整个灰狼球馆的工作人员 让大家变得更加凝聚 可是 在2020年 所有人却不得不接受 唐斯妈妈离世的消息 包括唐斯 儿子不愿母亲多遭受病痛的折磨 只能让医院撤掉了生命维持系统 就这样 这个大男孩失去了 把他带到这个世界的人 不 在唐斯心里 妈妈其实一直都在 就在他获得三分球大赛冠军后 在采访过程中 谈到自己已孤的母亲时 他动情地说道 有一个如此伟大的女人照看着我 她的灵魂能够陪伴我 走到世界每个角落 我去哪儿 她都会在我身边 命运已通吻我 我却抱之已歌 加油 年轻人 愿你脾极泰来 向阳而生 喜欢本频道 欢迎点赞评论加订阅 我是阿斌 我们下期再见